Hello 欢迎大家收看写字旅行的频道 今天呢要介绍来自俄罗斯的 Be New Be New 钢笔 然后这一款呢是 它最新的系列叫全杖钢笔 那今天会 详细介绍这个全杖钢笔的外观呢 它的一些手感啊 笔尖等等之外 还会跟它的以前的一些系列下的保持系列 或者变色系列 做一些比较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十字旅行来认识这一款新系列的钢笔吧 好那正式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按赞 然后分享 那还没订阅朋友记得按订阅哦 你的按赞数越高呢 会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 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那这一款呢 全杖钢笔总共有八个颜色 然后呢 它一样是 就是 Baniel的笔呢 就是非常 它们的特色就是 它们会以 就是在笔身用不同的压克力素质 的颜色 然后混搭像这个是银箔 或者是金箔 或者甚至是一些闪亮的一些物质啊 像这一支我觉得很漂亮啊 闪亮的一些物质 或者金葱像这个 像这个算是绿色的 绿色的那个金葱的 等材质呢 去混搭出不同的笔身的颜色 那像这一款 那它八支嘛 那它这次的命名非常简单 就是全杖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从左到右 就是一到八 那它们取名叫全 这次的设计灵感就是 取之于中古世纪 就是那个象征权威啊 或者是象征财富啊 或者神秘力量的 这个权杖的造型 来做设计 那这一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我觉得它本身的 每支的那个就是 显色度非常好啦 像这是一 然后就是红啊金 蓝 这样的一个搭配 我觉得每支的那个 非常的显色 那这一支全杖二 就是有蓝啊绿啊 还有银色的搭配 那接下来的全杖三 四 五 其实都是紫色系列的 那每支颜色的紫 又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全杖三 然后有点 这边有点深纸啊 纸红色啊 然后它搭配一支金箔 所以就是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紫色 那全杖四就是 比较量子一点 我觉得 然后它搭配是英薄 那感觉上又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然后像这一支 全杖五 就是感觉比较紫柔朗一点 比较 因为它搭配一些 乳白色的颜色 就是感觉比较 粉嫩一点啊 我觉得 然后是金箔 搭配金箔 然后接下来的 六七八 那这就感觉就是 金 银色的笔森 搭配金箔 感觉好像在挖框 感觉啦 我觉得 这一支这一支的搭配比较简单 利落一点 就是银色金色 很传统的一个搭配 然后这一支我觉得很漂亮 就是 它蓝色里面有点紫色的颜色在里面 然后有点亮亮的闪亮的反光感觉 有点黄色啊 有点那种霓虹感觉 我觉得这一支很漂亮 给你们看一下 就那个闪亮的金箔 有闪亮出黄色银色啊紫色啊 这支我觉得好漂亮 这是七 然后最后一支就是八 然后它就是蓝色的 蛮正蓝色的一个笔 笔森搭配银色 也是比较利落型的 那笔尖呢 那我们可以 好 这是以上已经介绍了 一到八的外观了 那我们接下来打开 看一下它的笔尖 好 那笔尖的钢笔呢 基本上都是旋盖 然后这一支的全罩 你看一下 这笔尖的比较软嘛 所以你知道它看起来是笔尖 好 然后其实笔尖它有分金色跟银色 那其实你可以看上它笔尖 有金色的金箔 基本上你可以猜它笔尖是金色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验证一下 然后这个是银色的金箔嘛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银色的笔尖 所以 那它笔尖就是用 围尺跟之前一样都是用 群蜜的笔尖 那群蜜笔尖就是 就也都很滑速好写老子的 在当你一般笔尖写都还不错 然后像这种旋盾造型的笔尖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种螺旋 它是一个螺旋状的造型 那 其实放在你这样单方的 其实是不太容易滚动的 好 那我们把它打开 对啊 金色的嘛 好 其实它笔尖跟笔尖搭配的颜色 都是一贯性的 要是你是笔尖的爱好者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这样其实搭配起来也比较适合啊 然后它这次的窝窝一样是黑色的素质 基本上它就有一些 就以前的不论是宝石系列 就除了一些比较特别款之外 其实它的这种笔尖的地方 就是数字 黑色数字 好 所以基本上 这个虽然没有金银果 但是你看这个素质 要把这里面的那个填充物 是比较偏黄色的 所以它也是搭配金色的 好 所以你们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跟 应该就是喜欢的颜色 基本上就是你喜欢的颜色 来做挑选这样 那接下来分享一下 就是它的拿起来的手感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分享一下手感 然后这一支全杖钢笔呢 它设计的就是直接单拿笔身 因为它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细的嘛 所以它笔盖 其实是无法套在这个笔尾的 这比它小 那其实单握笔身的话 整个的重心平和是刚刚好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单持笔身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就是整体的重量也不会太重 所以其实久写也是不会累的 那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 像笔尾这个笔身的 就是从笔身到这个卧位处会有一个落差感 从这边到这边 那所以你手拿的时候 你是会感觉到这边 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存在的 那这个喜不喜欢就看个人的喜好 那有些人会觉得不喜欢 像这边拿起来感觉有个东西在这边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摩擦力 就觉得不会手滑 那对我而言是 我是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种笔身的话是比较粗的 我觉得这种粗笔身 我现在是比较喜欢握粗笔身的 的鞋的手感 对所以我通常握这样 而且其实握很用力的 所以是蛮轻松的鞋 所以假如你轻轻握 你其实不太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除非你有些人拿笔是很用力的 就会非常确切的感受到它的存在 那就是个人的习惯跟喜好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子 好那所以那这个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笔身 看一下里面的上墨机制 它这次也是吸墨器跟卡水两用了 然后它这个是欧硅的长卡水 然后它是要用有类似有珠珠这一面这样插进去 好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这次有发现的就是它 它就是卡水的背面做一个孔 那可能是这个笔身内部比较短 所以它必须要做一个孔这样子放 它是倒放的 刚开始倒放的 这样就可以刚好装进去 因为我为什么会发现呢 因为以前的卡水是没有上面这个孔的 所以也是就是为了让它可以装进去 所以多做了这个多做了这个孔这样子 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放外面就好了 但是可能它没有它的坚持吧我猜 好那就是吸茶两用 接下来呢要比较这三款系列的相似点跟相异点 那这是Bennyu的那个宝石系列 然后这是变色龙系列 这是今天的主角拳装系列 那你可以看一下宝石系列的笔身 它本其实最大差一点就是笔身的造型 像这个是多人面的一个造型 这是宝石系列 很像那种水晶状这样 然后再变色龙就是三面一二三三面造型 然后权杖就是以权杖的造型就是螺旋状 所以最主要的差衣是这样子 那其实它们相似点就是笔身就是之前有讲的 就是都是以压克力素质不同颜色压克力素质混搭 比如它金葱啊金果啊或者是一些散量的物质 好像这个感觉亮晶晶的感觉 所以这是它们的共同特色 那笔尖的部分也是都是Humite尖 好 这个装面 然后这个是 因为像宝石系列我是拿它的限定款 所以它的卧位是一体成型的 不然其实它一般的卧位都是这样子 这是好像18年吧 的新年限定版就是很漂亮 那这个也是夜光的 就是往上 就是假如吸收养 吸收足够的养黄之后晚上会放光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先讲笔尖 笔尖基本上是都是一样都是寻觅的尖 同样的笔尖 那卧位的部分其实都很相似 那一样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它的这个 笔身到卧位处的这个都有一个compt 就是有一个落差 所以是它们的相似点 那像这个是 虽然这么有一个落差 可是其实你是握在这边啊 所以这边感受的 我觉得比较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落差 辨尖楼这一支 那这支权杖刚刚特别讲过 然后它们的反正就是 吸墨方式都一样 就是吸卡两用 都是欧规的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差异点 就是像权杖跟宝石 这是无法套盖的 那变身人就可以 而且它套盖之后 因为有些钢笔套盖之后 会往后勤它的部分 所以它重心也是刚刚好 所以讲到喜欢 就是可以套盖写的朋友 就是把笔盖套在笔尾后面的朋友 以来变身人可以考虑一下 那其实这三支你会看到 就是还有就是像权杖跟宝石 跟宝石大概宽度是比较类似的 那宝石系列相对细一点点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以上供大家一个参考 那还有一大不同就是 它的颜色款式多寡 那像这个权杖这次出八个颜色嘛 这个系列 然后这个出有九个颜色 那宝石是最多的超过二十种以上 它陆续都有新色在出 然后那假如大家对它其他颜色有兴趣的话 我将那个相关连结放在文章处 大家可以去点阅看看 所以那基本上呢 今天就是它们的差异跟相似点 就介绍到这边 那接下来呢 我会稍微就是试写一下这个笔尖 那会用这 因为笔尖都一样嘛 会用这一支试写给大家看 好 接下来试写 那权杖跟保湿系列的笔尖是一样 都是Shimit的不锈钢筋 那我们就用保湿来示范 好 这支FGM 然后我所用的纸是Rodia的笔记本 所以Rodia 我觉得它们纸算是还算蛮滑顺的 所以喜欢滑顺感可以换它们 好 那我今天试写的是 等纸 好 那系列我就不讲了 那是FGM 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笔尖 那它不锈钢筋算是 硬度中等不会太硬 我还蛮喜欢这种硬度中等的 然后粗细大概是这样子 那可以用RAMI FGM来给大家一个概念 RAMI算是比较常见的笔块 我觉得蛮接近RAMI的啦 RAMI X 所以它也是属于比较后规的笔尖粗细 好 那我用一个日本的鞋热 这是鞋热的14KMFG 通常写的都拿MFG更加多 可以看出来稍微比他们的FC一点 看这个8应该更明显 稍微啦 稍微细一点 这是写了14KMFG 好 所以提供大家一个粗细的概念 笔尖粗细的概念 那接下来就是 要写一段字给大家看 那我觉得反正它的笔尖就是 蛮滑顺好写 然后也不拖泥带水 所以写起来写字速写 我觉得应该还蛮适合的 好 以后以上供大家一个参考 好 这样吗 还蛮适合的 再你们认为 ooo 这样 明写的 明写净 上梁了 就好了 有点 就是 我 明写就是 我 我 感谢观看